武汉在下出名了 已经火到国外去了 大批的游客蜂拥而至 大家好我是小主 这里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长江边 眼下大家所看的这座大桥 首先是非常知名的垮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在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如今已经以其独特的魅力 活遍了全球 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的目光 这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 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更在于其丰富多彩的美食 壮丽的自然景观 以及日行月矣的城市建设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正前方就是武汉长江大桥 我背后的话就是武汉的美食街 户不像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武汉的美食 武汉的美食文化 源源流长 品种繁多 口味独特 无论是热干面 豆皮 鸭包 还是特色的小吃 还是武汉特色的早餐 如豆浆 油条 豆腐脑等等 都让人回忆无穷 这些美食不尽满足了 游客的味蕾 更成为了武汉的一张名片 更让 让更多人对这座城市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朋友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武汉的小鸡店 护肥像 非常多的小吃 这条街逢年过去 也可以说人山人海 平常的话 这边人也是非常的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不是特别的多 接下来呢 让我们再欣赏一下武汉的自然景观 黄鹤楼啊 东湖啊 等等啊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正前方就是武汉市 非常知名的黄鹤楼啊 这座历史悠久的建筑 已经成为了武汉标志性的一个景点之一 站在黄鹤楼上啊 可以抚养整个武汉市区的美景 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财阳大桥在座连接 长江两岸的雄伟建筑 不禁为武汉的交通带来的便利 更成为了武汉的一张亮鸡的名片啊 在财阳大桥上面漫步啊 你可以欣赏到长江的壮丽景色 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磅礴气势啊 朋友们看一下 正前方这个黄鹤楼 这个位置是一个网红打卡地 每天人下人海 除了自然景观 武汉的城市建设也值得 称到了近年来 武汉市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 下足的功夫 大力推进城市基础的建设 和环境的治理 如今啊 武汉的市容啊 是怀而一心 街道啊 是宽敞整洁 绿树曾经处处洋溢着 现代都市的气息 此外 武汉市还积极地打造了这回城市 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 提升了城市管理的水平 让市民和游客 在生活中更加的便捷和舒适 我们看一下 正前方这条路是武汉市的 这个五罗路啊 也是一个主岸道 非常宽啊 路面是非常干净 非常地整洁 两边的话 非常多的高楼大厦 鞋子楼啊 然后这边的话 是这个高端的住在小区 这个路的话 应该有双向的实体车道 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整齐啊 当然了 武汉的魅力不愿意此啊 这座城市还拥有了 丰富的历史文化 遗产和人文景观 如东湖绿道 武汉的博物馆 古村台等等 都是值得意有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游客可以深入了解 武汉的历史和文化的底蕴 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此外 武汉还是一座 充满了活力和创新的 精神城市 近年来 武汉在科技文化艺术 等领域都取得了 显著的成就理由 武汉的光顾科典 已经成为了 中国来自全球知名的 科技创新中心之一 武汉的文艺演出和展览 也备受蜀目 也吸引了 众多国内外的艺术家 前来这个参观 总之 武汉这座城市 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 丰富多彩的美食 壮丽的自然景观 以及日新月异的 城市建设 备受的蜀目 如今它已经 火遍了全球 成为了国内外游客 争先前往的 旅游胜地 如果你还没有来过武汉 那么不妨计划 来一次旅行 亲自感受 这座城市的 独特魅力 朋友们看一下 这就是武汉的 长江大桥 每天都非常多人 在这边 打卡 在这边观看 你可以看一下